我們今天要前往龍鳳谷瀑布 它入口處就在這個三美大橋的旁邊 因為這邊不好停車所以我就有開過去橋 這邊走進來就有一個資源回收站 從這個資源回收站 開進去也可以啦我沒有開進去 我把車開過去那個橋那邊 過去之後有很大的那個停車我也可以停 因為這邊其實是可以開進來 開進來的話 因為地上的垃圾石頭居多 所以就沒有開進來 那個回收站開進來之後這邊也有可以停 那邊是死路就會到一個橋 啊 那應該開進來 呵呵呵 對啊它可以開進來這邊停就好了 我們不知道這邊是死路啊 然後 然後 就要從這邊 開始往下走 兩條你看 這邊開進去就會到那個橋 阻擋了那個死路 它就從這旁邊開始往下走 那我們剛剛在那個橋上 然後走下來 接下來就是往上游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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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長的一條蛇皮耶 蛇皮 蛇皮 這什麼蛇不知道 哇 看起來很大隻啊 你看這個蛇皮這麼長 都是這種大石頭 很費體力 哦 水冰冰涼涼涼的 真爽 這不知道是什麼石頭 看起來你看 感覺像有 鈴片 的感覺 這個雖然很小 可是也蠻漂亮的 你看看 我們之前啊 去過一個 仙井瀑布 它也可以走 走這裡上去 我們走這裡 上去 我們今天要去的是 龍鳳谷瀑布 那你再往 更上去走的話 就會走到仙井 可是應該是不會有山路好走啊 可是應該是不會有山路好走啊 我們上次去仙井是走 山線 啊也有人走水線 我剛剛說的這兩個瀑布啊 都不會在我們現在走的這個真文溪上面 都要切另外一個支流 所以等一下也是要注意一下走到哪裡 要切支流 大家走過頭 哇 都超大的石頭 哇這個有水也應該蠻漂亮的呢 你看它是一層一層一層的呢 有層次感的 走到會看到這個瀑布 這個有層次喔 感覺不錯 那就會準備到了這邊的支流 在右邊 再往前走 就可以再通往仙井 再切別的支流 我們要往右手邊的支流切進去了 哇 好像進去就到了 就 水好清澈喔 水好清澈喔 它就往上去喔 你還要往上去 可是這一個啊 那有點靠 噢這個好美喔 水好深 OK 眼壁有點脆弱 上來了 哇這裡應該很多愛好者 喜歡在這邊跳水 很深捏 哈哈就過不過去了 你看這個石頭 它好像被那個 縫過的感覺 像針線這樣縫過的感覺 從下面就有 剛好這樣子一圈 哇這水流好快喔 現在要下去了 你看這邊多美啊 這裡是龍鳳谷瀑布 耶 這裡水很深喔 應該很多人喜歡來這邊跳水 哇現在枯水騎水就這麼深了 好 那我們已經到了喔 總共這樣子我們走了一個小時又四十分鐘 到達龍鳳谷瀑布 哇這裡好涼喔 可是水太冰了 所以我們沒有下去游泳 你看我們在大石頭上面 哇 坐在這邊 後面是龍鳳谷瀑布 對面是個大山啊 然後我們要離開了喔 然後我們要離開了喔 哇這裡的水真的 這裡的魚都好大隻喔 那隻超級多多隻 跑進去了 哇 哇好多隻耶 都好大啊 是嗎 哇 他跑到那個陰暗處了 那隻也很大啊 哇 哇 都很大隻啊 是啥 什麼東西 露營的那個大便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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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 還沒帶走喔 蛤 偉輪黑白趴趴趴走 我們撿那種紅色石頭的喔 不是噴漆的喔 你看你撿那種紅色石頭 畫上去的 relativity 食物終於唬大便筒 明明煮的往後